11岁小女孩被害 嫌疑人在警察的刑讯逼供之下只好认罪 8年后一位反对死刑的法律系老教授决定介入此案 还当年被驱打成招的黑音青年也清白 但她的这一行为正在一步步走向一个巨大的陷阱 今儿跟大伙聊一部美国的悬疑惊悚片正当防卫 坏小子酱油哥正在家里洗车的时候 两名警察老抽书和暴躁书不请自来了 二话不说就把酱油哥给活捉了 酱油哥的奶奶是一位不畏强暴性格倔强的女人 一看自己的孙子被抓了那能干吗 上去就打算跟警察玩命 酱油哥一到警察局就收到了暴躁书的言行逼供 警察们之所以这么愤怒是因为一位11岁的小女孩被人杀害 而酱油哥就是最大嫌疑人 8年后的一个晚上 哈佛大学法律系教授康德也正在为取消死刑这一刑法作辩论 康德也在台上振振有词 赢得了大家热烈的掌声 辩论会结束之后 酱油哥的奶奶拦住了准备回家的康德也 希望康德也能为自己那个已经被判了死刑的孙子酱油哥伸张正义 康德也25年前就不做律师了 因此他拒绝了酱油哥奶奶的请求 康德也有一个幸福的小家庭 他老婆以前是助理检察官 精明能干曾办过不少大案 整治过很多的罪犯 他女儿小把姐天真可爱 一看就是个美人陪子 康德也回到家就把酱油哥的事跟老婆说了 他老婆看完酱油哥写的信之后 坚持让康德也帮忙了 康德也一看老婆都发话了 于是只好答应了下来 康德也带着老婆闺女飞到佛罗里达州之后 详细的了解了一下案情 然后来到监狱看完了酱油哥 酱油哥说自己在警察局的时候受到了非人的虐待 被连续后打了22小时 警察老抽出用俄罗斯轮盘堵下午的 为了保命他不得不承认自己是凶手 随后康德也又去见了当年为受害人做试检的法医 法医说虽然没有找到凶器 但从被害人的伤口上来看 应该是一把月牙型的弯道 康德也刚从法医屋里出来 就见到了当年负责侦办词案的警察暴躁书 这暴躁书说话夹枪待棒 看怕康德也气得够呛 暴躁书话里话外那意思 是说酱油哥本身就是个不良青年 凶手肯定就是他 让康德也不要多管闲事 跟暴躁书分手之后 康德也又亲切会见了当年替酱油哥辩护的律师 律师说当年陪审团的成员全是白人 我劝酱油哥认罪 这样服刑25年之后就自由了 可好良言难劝该死鬼啊 酱油哥不听劝的 非要说自己没罪 随后康德也又去见了被害小女孩当年的老师 也正是这位老师 说小女孩被害那天确实是上了一辆汽车 而那辆车跟酱油哥的车非常相似 康德也经过一大圈的了解 发现没有一项证据能够直接证明 小女孩是酱油哥杀的 所有跟这件案子有关的人 似乎都是因为酱油哥是黑人 或者说是出于一种急于为小女孩报仇的心态 从严从快把酱油哥给定了个死罪 好像这样就能告慰小女孩的在天之灵 也能抚慰受害者家属的伤痛 跟老师聊完之后 康德也上了警察老抽叔的车 老抽叔拉着康德也直接来到了阿发地点 并且很认真地向康德也介绍了酱油哥作案的过程 看着被害小女孩的照片 康德也禁不住想起了自己的女儿 于是他便给闺女小寡姐打了一电话 小寡姐虽然还很年轻 但演技已经非常了得了 一颦一笑都是那么的经济自然 小镇的居民得知康德也是来替酱油哥翻案之后 不客气的把老爷子的车给砸了 而且还趁康德也不注意 从后面给了他一闷鬼 把康德也可揍得不清 接到报警的警察暴躁书来到现场 脸上一副幸灾乐后的样子 把康德也带回警局之后 老抽叔谈了自己的看法 说酱油哥是有前科的 他曾被指控诱拐 时间大约是小女孩被害的前一年 虽然这件案子最后不了了之了 但酱油哥这小子确实不是什么好案 我曾多次看见他在学校的周围无大 而且小镇的很多人都认为 他是个心疏不正的人 康德也说你们凭感觉 判定一个人有罪 这简直就是开玩笑 你们不仅刑讯逼宫 而且还有俄罗斯轮盘读 恐吓江油哥 简直就在亵渎法律 康德也再次来到监狱 质问酱油哥 为什么没有告诉他有前科这件事 酱油哥一脸的委屈 说自己是清白 而且那件案子已经撤诉了 但因为那件事 他的奖学金泡糖了 对于他这种人来说 奖学金基本上就是他全部的支撑 他的人生也因为那件事被彻底毁掉 江油哥为了自证清白 向康德也说出了一个秘密 说那个小女孩 肯定是被这里的死囚犯老哈给杀的 老哈是变态杀人狂 杀人无数罪行累累 而且老哈还当着江油哥的面 承认那个小女孩是自己杀害的 说江油哥成了他的踢罪羊 转过天 康德也从警察老抽出嘴里 得知了一个意外的消息 原来九年前 让江油哥失去奖学金的那次诱拐案 居然是康德也的老婆办的 当年康德也的老婆正是那起案件的检公关 康德也回家一问 他老婆当时就承认了 说江油哥那次确实是被冤枉 这也是为什么他这次让康德也去帮助江油哥的原因 康德也的老婆认为江油哥遭遇了太多的不公正 他希望康德也能替江油哥讨回公道 这样他心里也会好受一些 接下来康德也根据江油哥提供的情况 开始调查变态杀狂老哈 这个老哈的确够变态 不仅无缘无故的杀人 而且还特别喜欢给受害人的家属写信和画画 当康德也问老哈那小女孩是不是他杀的 老哈给了康德也一点提示 根据老哈的提示 康德也和警察老抽出在距离凶案现场的不远处 找到了那把杀害小女孩的弯道 虽然从这点上来看 警方极有可能冤枉了江油哥 但老抽出依然坚持自己的观点 紧接着另外一件重要的证据出现了 康德也在翻看老哈写给受害人家属的信件的时候 发现了一封写给被害小女孩家人的信 老哈在信中详细描述了他杀害小女孩的过程 听完信的内容之后 法庭当场就把江油哥给放了 这一结果令康德也两口子非常的兴奋 虽然法庭判了江油哥无罪 但警察老抽出却依然认为江油哥才是真正的凶手 转过天 康德也意外的接到了变态山狂老哈的电话 老哈说自己的死刑执行令已经签署了 他希望康德也能去他家里一趟 替自己给家人说几句话 老哈的言语中透露出小女孩被害这件事里面有猫腻 如果康德也替自己办了这件事 他会把真相说出来 康德也按照老哈给的地址来到了老哈家 发现老哈的爹妈已经被人给杀了 康德也来到监狱见老哈 老哈终于说出了事情 原来老哈还有一些心愿为了 说白了就是外面还有他想杀的人 为了完成自己的心愿 他和江油哥达成了共识 江油哥把杀害小女孩的过程告诉老哈 老哈把这件事揽到了自己身上 等江油哥出去之后 替他把想杀的人给干掉 老哈让康德也替自己跟家里人烧话 其实就是为了验证江油哥是不是已经替他把人给杀了 明白了怎么回事之后 康德也并没有满足老哈的心愿 撒谎说老哈的爹妈都还活着 这件可把老哈给气坏了 不停的诅咒康德也下地狱 老哈最终被执行了死刑 这个时候康德也隐隐的觉得有些不对劲 他急忙往酒店给老婆打电话 但始终没有人接听 当康德也的老婆带着闺女到楼上拿小熊玩具的时候 突然就被江油哥给绑架 而负责盯烧江油哥的警察报告数 也不幸被江油哥给干掉 当康德也这边刚赶到酒店 就看到老婆的车已经开走了 闻讯而来的老臭叔急忙跟着康德也去追 小寡姐哪经历过这些 当时就吓哭了 虽然江油哥干尽了坏事 但有句话却真的是神预测 经过一场鸡飞狗跳的追逐戏之后 江油哥的智商急速下降 居然带着康德也的老婆闺女 来到了当年杀害小女孩的地方 不出所料啊 就像双方商量好似的 康德也和老厨叔也很快来到这个地方 那么这个江油哥 为什么要跟自己的救命恩人 康德也一下过不去呢 这事还在从九年前那起诱拐案说起 当时江油哥因为涉嫌诱拐女青年被捕 负责起诉的检控官正是康德也的老婆 虽然那件案子最后因为正续不足被扯销了 但在这个期间 江油哥不仅受到了言行拷打 而且还被人给屋里阉割了 由于这江油哥得不得的废话比较多 因此一误了战绩 最终被康德也和老厨叔联手干掉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入唐诗压经 善恶到头终有报 这可不能开玩笑 举头三尺有神明 俘获自有是天道